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时候我们说回归后 我们宗教自由是否能够保持 我觉得如果用保持这个字 有点被动 我反而觉得是有进展 以我们香港圣公委为例 我们由教区成立做教省 都在97年后 而发展成为教省 教省在普社教会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简略的统计 我发觉原来在回归后 我们新校的数目 和新发展社会服务的项目 和圣堂的建成 似乎比回归前十多年更多 在香港回归了这二十五年的里面 我们看到宗教的自由 基本上的变化都没有特别 在我们一般的教会活动 比如主日的崇拜 又或者是其他小组 信仰学习等等 全部都可以继续进行 如何将他的宗教信仰 落实到他的生活 希望都可以和以往一样保持 甚至做出更加积极的帮助 香港在过去二十五年 其实在宗教的自由上 经历到一个从所未有的 或者一直以来的 都有一种自由的空间 让我们充分地发挥 无论在我们的言论 无论在我们的文章的发表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限制 我觉得这个也表现出 我们经历了宗教自由的 给我们的好处和自由度 至于回归之后 其实宗教上 对我们的照顾很多 可能在回归之后 比如宗教以前有办学 有办医院 也有办社会服务 其实这些基本上 我们都在继续做 所以我自己觉得 回归前后 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距 五十年不变 其实我们的不变 是说我们的制度不变 其实不是代表我们不向前走 但我觉得如果在正向方面 和在一个建设方面 我觉得要变 如果我们能够去彼此的 互量互扬 特别是透过宗教的参与 让这个社会 特别在品格 或者好的价值里 得到保存的话 我们相信 这些问题是有机会解决 我们只会看到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要面对 而不是把责任 把问题 只放在其中一方面 我想这是相当重要 香港正经历了一个 肉火重生的时候 亦都是一个新的时代 在新的基本法 和国安法的帮助之下 香港真是由乱 变成有治 因此各样的事务 能够在香港这个安定 稳定的状态中间 是重新的得到发展 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时机 大湾区的发展 是与我们香港一脈相承 希望能够带来 香港的经济 是继续重新的恢复 其实我想习主席最近 因为香港25周年 他来了 给了一个很大的定心于我们 就是他说明 一国两制是一个好的制度 不需要变的 只要国家安全 国家的发展 能够得到保障 香港这两个制度是好的 我觉得未来 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 只不过一直都是这四个字 就是安居留意 目标很简单 就是安居留意四个字 我相信能够做到 香港应该可以 在东方之珠的荒规 即是辉煌当中 能够发挥得更加好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青年人需要有的 就是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需要他坚持 坚持才会有机会 看到目标是达成 有时候很多事 可能未必是一两次 就可以是成功的 是要试很多次 梦想也可以是想大一点 想阔一点 望远一点 希望我们也在整个社会里面 给更多的肯定 我们的青年人 在未来的日子 我相信我们要特别的 为我们的青年人 他们所担心的 无论是他们的升学 就业 无论是他们的工作 发展前景 我们需要特别的去留意帮助 因为只有他们在这方面 看到前景 看到前途 为香港带来更好的一种助力 我常常都寄予年轻人 应该眼界开闊一点 不要不怕去到尝试 譬如很简单 我们看到大湾区 和祖国 其实相对他们的创业机会 是多 最简单的就是 你可能有同一主管持 你在内地 你可以做几次 你可以尝试 有机会失败 香港可能你一个创业的机会 就没有了 其实青年人的希望 有些时候 有很多时候 我觉得原则要拿着 有些日造人的原则 我觉得是同意 我也欣赏 不过慢慢我们要 在人生的阅历里 学一样东西 在牵持原则 和妥协之间 有时我们为了大局着想 要懂得平衡 我觉得这个 我希望是今天的青少年人 能够向着这个方向走 我相信他们是有前途的 我相信他们前面的路 是一样广阔的 是你怎样创出来的 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不只是人家 都把人家挖出来的 我觉得 我仍然觉得 香港的青年人 是有违的